另外秀林乡代会第二十二届第三次定期大会也正式召开 乡长王玫瑰率个客室主管出席 乡长王玫瑰除了是说明乡镇重大工作之外 同时也向代表会说明零四零三地震之后的复建工作 关怀受在乎 希望在所会和谐之下共同来复原秀林乡 让村民都能够回到正常的生活 秀林乡代表会第二十二届第三次定期大会 其好召开在秀林乡代表会主席 洛苑玫瑰的主持之下正式展开 并且说明秀林乡受到零四零三地震灾害之后 也看到秀林乡公所团队相当的用心 来协助村民们进行复原的工作 秀林乡代表会全体统统也习出公所来为家乡来重建 这次公所的提案有十二案 希望各代表能秉公督政 对各项施政能及时进策 提务建言与监督 而公所各项施政能多与代表沟通协调 以符合民众的需求与期待 上个月零四零三地震重创花莲 造成本县不小的损失 包括民众往生受伤就丁 财务损毁损防务倒塌 铁公路交通中断等 而本乡也有很多的灾损 灾后都要请公所团队及各本会代表 帮忙救地震的损失 限定会堪及慰问受伤族人 并发送付质给族人等 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 在此表达感谢 就像王贵除了进行事实上报告之外 同时也说明临四零三之后的附件工作 零四零三花莲近海发生规模7.2的地震 造成台发现中和公路 融长春段多处 道路颠簸汉邦 落实淹满的道路造成非常多的不便 尤其和平常得富士村灾情甚为严重 在此感谢代表们在这段时间的关心与协助 结合各界所有的灾后 附件的工作人员 提供了人道的救援 以及社会团免物资的援助等等 让受困的人员安全的撤离 抢通领外道路 以及各项的民生物资的一个语集 减缓地震带所带来的影响 在此如中的感谢 另外本所仍会始终秉持 主动积极服务违先 关心协助的方向 努力不断的前进 陈推鲁全体代表们 会没歪在推动各项的政策 以及建设与指导跟鼓励 直隆胖大清水断乱的桥段了 也只能够单线管制通车 营协助到修炖香的经济发展 未来会持续向华民间共和中央地方建设 让大家能够回归到正常生活 记得请여�itair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